一师等等所有这些大德圣者们的恩德 因为我们全部都是仰仗他们的功劳 才有今天职育和灵兽这些珍贵教法的机会 另一方面呢 对一切友情一切众生 我们都要怀着一种感恩之心 其实不仅对友情对无情 物也应该如此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方说在天气特别炎热的时候 树荫下面可以乘凉 所以呢大树对我们也有纳凉之恩 那么我们就不应该随便去砍伐他们 或者剪断他们的树枝 其实呢类似这样的事情呢 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都是屡见不鲜的 实际上呢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在不断的失惠于人 而且是受惠于人的 然而呢我们不必去追求和期待那些所谓我们应得的暴打 而是对那些别人给予我们的帮助 而是应该要去想自己已经得到 已经拥有了什么 尤其对于一位佛教徒来说的话 这可以说是 每日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去做的一种基本修行 那么我们接着讲 把梵文论题放在全文首句的第二个原因 出处可靠 因为如果梵文标题在第一句的话 人们都会知道这个法是来源于印度的 印度又是佛教的发源地 所以呢当时的藏人都会觉得这部经论 看起来比较可靠正宗 从而呢就会升起信心 那么有了信心就会得到法的加持 所以呢举一反三 无论我们是修行修法上也好 还是在一纸上师结交法友的时候也好 又或者是在选择各种法器资具的时候也好 都需要一个来源亲近 出处可靠的对象作为选择 这点是很重要的 就好比我们去外面吃一个西餐 比方说意大利餐 首先呢我们去找一家至少厨师是意大利的餐厅 最好原料食材也是都来自意大利 因为一方面呢 他们对自己家乡的料理方式呢 会比较了解 而且呢在烹饭的过程当中呢 也会比较讲究 这样做出来的意大利菜呢 才是比较正宗地道 原汁原味 但是呢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摻摻摻摻摻摻了一些其他的 比方说是东方的佐料或者通认方法 那做出来的这个料理呢 可能无论是味道还是感觉上都会有一些偏差 就不能算是百分之百的意大利菜 同样的道理啊 在我们学佛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无论是对法还是对上师道友 还是对各种修法的资据都应该讲究和观察 他的来源是不是正宗可靠清静 再仔细的分析和审视过之后呢 再去抑制使用或者修持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 把梵文题目放在全文首句的原因 就是梵文熏陶 梵文熏陶的意思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 潜意默化地对梵文产生一种熟悉 亲切的感觉 甚至呢如果能够认识 懂得一些梵文 那就更不好 最好不过了啊 因为不管怎么说 我们知道很多大圣经典的这个原文是梵文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对梵文有一些了解 那就会很有帮助的 尤其梵文又是一种非常古老和复杂的语言 其中一些词汇或者语句啊 在梵文当中可能很好理解 但是一旦被翻译成其他语言 可能就会变得很复杂 或者不是那么准确 举个例子啊 比方说中文里面的这种唐诗诵词 虽然也可以被翻译成英文 但是呢 变成英文之后呢 它整个的这个韵律感觉各方面都已经完全可以说是不一样 不管是多么高超的翻译 它原本的那种意境都没有办法完全得到还原 所以呢 被翻译成藏文或者中文的梵文也是如此 不管怎么说呢 我们把藏文的这个标题 不是梵文的标题啊 放在全文的最前面 就是希望让大家可以逐渐的 受到一些泛文的熏陶 慢慢的产生一种熟悉亲切的感觉 这对我们学习佛法都会是很有帮助的 那么讲完了泛文的论文前置之音 下面呢 我们来讲 讲一讲这个有关论题的第二个部分 就是解释论明 解释论明呢 大致又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翻译论明 第二个是解释论明 第三个是启明方式 首先呢 就是翻译论明 菩提大当论论的这个梵文全称叫做 菩提大当论文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大概的翻译一下这个论文 可能就是细节方面 可能之后可以再说 但是今天就简单说一下 首先 菩提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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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这个中文译做菩提 这是梵文的音译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是觉也就是觉悟的意思 简单来说 这个论体之理呢 菩提指的就是什么呢 菩提指的可以说是三菩提都包含 但是尤其是无上的菩提 也就是佛的果位 Bata是什么呢 就中文的意思 就是道或者路的意思 在这里呢 就是特别指的是佛所说的法 简单来说呢 就是从我们现在的状态 通向成佛 那个觉悟状态之间的这个道路 那这个道路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的教法 五道实地都包含了 Pradipa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的话 就大概就是灯的意思 为什么说是灯呢 灯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让我们 可以在黑暗当中找到前行的道路 而且呢 避免途中可能会遇到的危险 有一种指引带领 同时消除颠倒黑暗的这种意思 所以这部论住的题目 菩提道灯 简单来说 意思就是说 能够帮助我们看清道路 不会跑偏 走岔 一路可以指引我们 指打佛国的这样一种 这样一部论住 那么有关经典的启明方式 有很多种 但是呢 在这里呢 这部登论主要是按照内容来启明的 那么以上这些内容呢 大致就是有关灯论 灯论标题的一些简单的介绍和解读 这里有一个重点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了解 这样才算是从根本上懂得了登论的真正含义 什么重点呢 我们说所谓的菩提道登论 它真的就只是一部论点吗 登论到底是什么 总的来说 有三种内容 或者说三种可能性 首先呢 第一种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文字版的登论 白纸黑字的论主 就是登论 我想应该大多数人都觉得 这就是登论了 那么第二种登论呢 就是有人把这部论主背了下来 记在心里 那么他脑子里的这个有关登论的记忆 或者他读诵出来的记忆 就是第二种登论 那么第三种是什么呢 第三种才是真正的登论 为什么这么说呢 难道第一种跟第二种都不是真正的登论吗 第一种 第一种文字的登论 不能说是真正的登论 如果它是的话呢 那么这么简短的一篇著作 很多人都能写得出来 就算是一些没有修行的人 也可以写出来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所以这样的著作呢 谈不上真正的登论 没有这种登论的作用 那么第二种记忆当中 或者语言上的这个登论 也不能算是真正的登论 为什么呢 因为反正篇幅不长 很多人都可以背诵下来 这也就不算很难了 那真正的登论到底是什么呢 真正的登论 其实实际上是一种修行的过程 首先呢 你有一位具德的上师 面对一位能够被调伏的弟子 然后呢 第一步呢 这位上师传授给这位弟子皈依 让他去入最基础的佛法大门 接着呢 交给他皈依的学处 让他可以从此好好的去学习和练习 接下来呢 为了能够让他真正的得到三宝的救护和加持 上师要循序渐进的引导他学习人生难得 死亡无成无常等这些内容 直到这位弟子呢 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或者某个阶段的时候 再根据他的这个状况和能力 传授给他别解脱戒或者菩萨戒等戒律 并且呢 让他学习相应的学处 所以呢 总的来说 就是这样 按部就班 步步为营的次第学习和实修 这才是称得上是真正的菩提道灯 这就有点像是做菜 无论是文字班 还是记忆中的灯论 那都只不过是菜谱 而真正到厨房里面 亲自动手去做这道菜的这个过手 才是真正的菩提道灯 那么做出来的这道菜 也可以说是菩提 所以说菩提道灯到底是什么 我们每一个修行者 所有还有所有的菩萨 一同踏上的这条走向菩提的路 就叫做菩提道 那灯呢 就好比在黑暗中 当我们不知去向的时候 为我们指引方位的明灯 所以说菩提道灯 就是我们走在通向佛果的路上的指引 所以呢 我们要记住 真正的菩提道灯 不是文字 不是寄送 也不是心里寄住的几段话 而是我们亲身去 实实实在在的实践 应用和修行的一段过程 虽然今天就先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僧才 积极社会公益为直至 在珠山长老 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 财团法人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 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 有计回归佛陀本怀 透过文化出版与媒体的多元形式 将佛法传扬于社会 并借由慈善公义的参与 落实大乘佛教之立他精神 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 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 致力于南传、北传、藏传佛教 之间的交流与学习 其能宣扬佛法 以及推广书实、护生等的慈悲理念 由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 结成敬邀各界大德 踊跃护持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 欢迎您一起来推动 慈悲致业的各项会晤 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具 照破黑暗 传灯无尽 贵物介绍 护持弘法 培育僧财 僧且安养 医疗及生活救助 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音质 佛教刊物影片 及电子多媒体弘法 设置传教场所 护生等之 佛教弘法慈善 护生相关活动 立案字号 台内名字第109-005-1120号 统一编号8751-5434 通讯地址 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2号 服务电话03-989-9319 随起 www.livetv.org.tw 斜线 a date 斜线 sustain.htm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南投地区 新春起见 护国祈福法会 恭送地藏菩萨本愿经 点灯供水 现实供 招请及甘露诗实 祈愿国泰明安 风调雨顺 众生安乐 与法自信 恭请战身法师 祖法领众 日期2月17日星期四 时间下午2点开始 地点南投县普里镇天子宫 南投县普里镇中兴路23-10号 洽询电话049-2315-999 049-2315-99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大家好 我是天地学医师 第三 政客习近书 不要梦敢吹拼 第四 孤独要留下 并不团念 第五 困境经常清晰 空气要流通 透过以上五的 风疫好习惯 可以帮助我们 提早发现身体的无尽快 也可以接受 和团念一边的风险 向一个路途 每个人都很重要 让我们做会打命 修好里外健康 明光长老 俗名陈志明 1952年出生于台北县树林镇 中心大学统计系毕业 交通大学管理科学研究所硕士 初高中时 常到海明岁读书 悟名老和尚为启蒙师傅 从此种下出家为僧 成为人天师范的菩提种子 1978年发心出家 剃度为僧 离圣雄长老为师 当年于台北松山寺受剧足解 1980年至1982年 于十方丛林书院高研班参学 亲近时任院长的喜成长老 与岳户长南淮景长者 1983年担任大雄金色住持 开始进而发起佛教儿童夏令营 佛教青年会 妇女会 观世音合唱团 佛学讲座等等活动 自此之后 长老不断穿梭于海内外 红法历生 2002任千辖三海明寺 第三代住持 并接法于开山祖师 悟名老和尚 上海流云寺派法脉 法师先为中国佛教会副理事长 世界佛教三解会 红法委员会主任委员 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社会经济发展委员会主席 千辖山海明寺住持 美国护国寺住持 澳洲如意寺住持 北投大慈寺住持 日月谈玄奖室住持 美国马里兰州禅学讲堂住持 台中中天寺住持 台北大雄经社住持等 纵观法师从出家为生至今 以弘法为家务的精神 立生为事业的目标 以举办各种活动方式将佛法导入社会 启迪世人心智 为佛教的弘扬尽其一份心力 实为后学之模范 朱山长老为法师 作为居士大德 大家 阿弥陀佛 在这新的一年 中华民国111年 岁世 任一年 这个生肖是属福 这个福呢 在十二生肖里面 它是排在第三位 这个牛年 我们知道这个疫情 还是相当的严厉 但也慢慢的比较平缓下来 因为世界各国人民 大部分都已经有 接种过这个疫苗 一次或两次以上 所以慢慢这个疫情 也就会比较平缓下来 所以这个赴年 应该是一个生肌蓬勃之年 我们讲福福生风 这个福呢 我们在福教经典里面 我们的四尊佛陀 也曾经舍身来喂福 来舍寄自己的生命 供养一群饥饿的老虎 有这么一个 在金光明经里面 有这么一个典故 那我们六祖会人 也曾经来救度一只 堕入陷阱的一只老虎 也把他皈依了 我们在好几年前 应该是十二年前 甚至二十四年前 那一年的虎年 我们曾经编了一齐 戴脚虎的一个佛教的一个故事剧 我们讲有禅有净土 游入戴脚虎 后来呢 我们也曾经又再演过一次 那我们希望在这个赴年呢 来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再把那一个故事呢 能够再来跟大家结缘 不管是用演的 或是用漫画的 或是用故事书的方式来呈现 那一个故事呢 也蛮有奇葩性的 所以在这个新的一年赴年 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 能够恢复正常 那我们经历了将近两年多 这个疫情全球有两千多万 五百万人 因为这个疫情要往生 这也给人类一个很大的反省 我们希望在这个虎年呢 大家更要发道心 来勤修界定会 喜昧贪嗔痴 更重要呢 开展慈悲喜舍事无量心 我们相信我们人 有这个慈悲的心 慈予众生热 悲拔众生苦 有这份慈悲的心 就会孕育一种祥和之气 那么在这个祥和之气 我们所想出来 所做出来的行为呢 一定是如法 这个如虑 那这样呢 会让我们身心得了安静 让社会呢 更加的祥和 希望在这个虎年呢 一片充满生机 希望大家呢 各行各业 都能够自动工商 都能够有很好的发展 那我们在发展的同时 我们更要珍惜 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地球环境大地 我们讲 我们心要静 心静国土静 心平天下平 也祝福大家 在这个新年一年 更祝福我们生命电视台 能够台悟兴容 能够 我们去年 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慈悲 这个基金会的 也到处去行动 共生方式 也做得非常有意义 我们也希望 在这个新的一年 我们生命电视台的 种种的业务 都能够更真真日上 也祝福大家 身心自在 家庭和乐 四月顺遂 这个身心抗态 诸事吉祥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佛学名词 做一天和尚 壮一天钟 这是我们 世间上常常听到的 要人家工作要负责 要尽心 会说 哎呀 做一天和尚 壮一天钟 你要认真 要完成 所交代的事情哦 其实 这是出自于佛教 佛教的出家人 早上跟晚上 都要扣钟 早上扣钟 可以开长夜之成婚 昏昏沉沉睡了一个晚上 透过白天的钟声 可以惊醒 伐借众生 无名的萌目 昏睡不足的状态 晚上扣钟 可以拔三屠之苦去 透过晚上扣钟 发愿 让三乐道的众生 离开痛苦 扣钟是 从临的出家人 甚至是每一位出家人 每天的功课 所以后来引申到 社会上会说 做一群和尚 敲一群钟 其实当我们听到 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出家人 早上晚上 心心念念 都是为了让众生 脱离无名 让众生 离开三土之苦的意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 大宝法网 业务教练记忆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依靠 归一 一直是我们生活里的一部分 指的就是依靠 就像小孩子 要依靠父母的照顾 是一种信心和希望 比如 小孩子受到惊吓 被反射式的叫妈妈 在轮回中受到痛苦 我们也希望有个名号可以呼喊 有心灵的依靠处 这就是三宝 分闪无法 有心灵的依靠 分闪无法 依静 密集中 能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福气 有没有福气 要看是否奉献补师 是不是相符 在于有无求取贪得 不信价 好 好 好 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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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一种准备,先发心就有一种承担 同时也实际如此去做 这就是圣神的祈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痛苦》 我们不该把痛苦当成是个绝望的答案 反倒因为经验到痛苦 心中更要如此想 我该做什么 是要被痛苦淹没 还是要站起来战胜痛苦 应该好好地这样去思维 因此 自己的痛苦也好 他人的痛苦也好 总之 痛苦是一个心智 一个考验是我们的题目 是侧眼我们会如何反应的考题 对 所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成就自立者 成就他立者 成就自他恶立者 可以这么说 成就自立的菩萨 指的是像我们这样的初学者 虽然我们通常会觉得 主要关注于成就自身利益的这种人 算不上是菩萨 但若从一个宽广的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了知到 无法降服自身者 必定无法降服他人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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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在当下 过去曾经发生的事 不管好的坏的 感觉喜乐或愤怒 都让他们走吧 过去已经结束了 把注意力摆在眼前 这样你才能够去创造 你所追寻的未来 这是一个活得有意义的方法 是一个活动的身体 賜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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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造业 我们的嘴巴动不动都在造业 老实说并不是嘴巴的问题 因为一句话说 嘴巴讲的话源自于我们的动机 不是没理由动嘴唇的 就是因为想说话才会动 因此应该反省一下 自己想说话的心态到底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心咒力量 念诵心咒的同时若能建立起虔诚心 那将会使心咒更有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疗病 我们是佛陀为医生 祂给了我们完美的药物 但是如果我们不使用药物 或没有正确地使用 药物也是于事无补 我们是病人 应当为自己的治疗负责 我们是病人 我们是病人 有病人 我们是病人 有病人 有病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环境危机 我们的世界正面临着一个既复杂 又影响着所有人的环境危机 但是该做些什么 从何处下手却很难掌握 因此 从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开始 是非常重要的 感谢观看 好人 自己作为一个好人 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若这世界没有正直正牌的人 就没有希望 没有稚气与热忱 是不可能在安逸的情况下 成为一个好人 是不可能在家里面有什么好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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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颤醉加持 我们观想前方有阿弥陀佛 又有观世音 左右大食指 在他们面前 我发露忏悔 我不再造作罪业 透过这样的忏悔 接着你要想 西方山盛都微笑了 他们都很欢喜 也因此 从他们身体放射出光芒 照射过来 融入到你身上 因此 你的身口意 也都得到了佛菩萨加持而清净 并且具备一切佛菩萨的功德 自己也具备殊胜的力量 对于您的心意 也就是领备 并且认识 并且认识 寂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65-8482 1965-8482 银行账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194788 012-001-194788 护持印证经书 佛书 经翻 结缘品 新逢官圣帝君飞升 元宵佳节吉祥日前夕 屏东庙云寺 即慈悲至业高雄生命书方 举办功佛摘天 即功颂普门品 恭请战山法师 战江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主法 日期2月13日 星期日 正月13 时间上午9点 地点 屏东庙云寺 屏东县万丹乡 新安村大兴路175号 洽询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 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南投地区 新春起见 护博祈福法会 大吉大乘十轮经 祈愿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众生安乐 与法自信 恭请自成法师 主法领众 日期2月18日 星期五 地藏十轮经 第一卷至第四卷 2月19日 星期六 地藏十轮经 第五卷至第八卷 2月20日 星期日 地藏十轮经 第九卷至第十卷 下午放宴口 每日上午8点开始 地点南投县普里镇天子宫 南投县普里镇中兴路23-10号 洽询电话 049-2315-999 静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专法医 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老师 尊敬的各位法师慈悲 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德慈悲 我们在这里 祝福大家 身体健康 平安吉祥 家庭和睦 世界和平 福慧圆满 光寿无量 阿弥陀佛 在佛教其实很强调就是 我们一人要成为佛 我们是要脱离我们世界的任何的一个 就是会滚绑我们的元素 那是否在已经烧金纸给亡灵的话 是否也是会跟佛教的 就是要脱离我们任何的 就是 那个 就是我们的愿望 还有一些的 就是我们人间的烦恼 就是我们烧金纸给亡灵 是否会给我们佛教 想要脱离人间的烦恼 这件事情是否会有充足 对 我们刚有提到 人类的欲望无穷 那我们烧金纸给我们的祖先 就表示说 那我们的祖先还是跟人类一样 依然有那个欲望 那这就是跟我们佛教 对 所以说我们佛教里面就是刚师父也有提到嘛 就是我们应该要消灭欲望 那就是所以 烧金纸给我们佛教里面的 佛法里面是不是冲突的 好 关于这个问题呢 佛教里面没有绝对的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佛教是转化的法门 转化 就像祖先觉得他没吃饱 佛教就用蒙山施食这个法门 甚至有一些人他有烧烟供 就是把食物做布施给祖先 这也可以啊 但是呢 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 我给祖先食物啊 我给祖先烧很多啊 这是不究竟的法门 所以我们说呢 佛教最重要的重点是 我透过蒙山施食 我透过做烟供 乃至于透过烧纸房子 烧纸钱 我一边烧的时候 一边要念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甚至我可以 如果你有修慈心观的 南传佛教的 学缅甸泰国佛教的 你可以修慈悲心 那如果你是修密宗的佛教的 你可以念咒语 念佛的真言 这都可以 那呢 透过这样烧的仪式 我们是让祖先觉得我得到了 他得到什么呢 他得到佛陀的加持 决定来说 我们小时候 我们都不敢吃药 所以呢 那个医生就会把药 装在糖果 胶囊糖果里面 你看起来像糖果 但是药在里面 或是说我把药磨成粉 加一点糖 小朋友会觉得 我在吃糖 粉 结果那里面有药 所以呢 精子 乃至于这些食物 乃至于这些香 这些拜拜的祭品 也是一样 这是一个方便 佛教里面 没有排斥 绝对不可以 绝对不允许 这一些都是方便 我们透过烧金子 祖先很开心 然后跟他说 你要念佛 你要去极乐世界 你要放下你的执着 你要放下你的贪心 你要离开痛苦 那他就会觉得说 所以今天原来烧金子 我得到只有金子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又念佛 我去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有很多的黄金 有无量无边的宝物 他就透过世间凡夫 看到的这个金子 而看到了 最后看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所以佛教没有排斥 你不可以做什么 而是你要转化它 烧金子 我要透过 我烧一张金子 念一句阿弥陀佛 乃至于呢 我今天烧脂房子 希望众生都看到极乐世界 这个呢 在佛教里面有一本经 叫做华严经 华严经里面讲的就是 你要如何用心 善用此心 所以佛在华严经里面讲 你看到草的时候 你要希望众生的善根 都像草一样越长越茂盛 同样的阿 我们用这个道理套过去 我烧金子的时候 希望众生都能够看到 极乐世界好多钱啊 好多黄金 这都是欧弥陀佛的功德啊 我烧纸房子给祖先的时候 希望大家看到极乐世界 欧弥陀佛的功德 有这么多清静庄严的楼阁啊 这么多清静庄严的房子啊 所以佛教里面 这都是可以的 但是记得 我们要透过修行 去转化它 我们不是只有烧给它 增加它的欲望 而是用这个方便 让它能够离开痛苦 得到究竟的快乐 去到极热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防声时 Quinn 彻底下的工会 收咀 葮